当地时间15号下午 法国巴黎圣母院突发严重火灾 导致塔尖坍塌屋顶烧毁 建筑受损严重 文明世界的玫瑰花窗被毁 北京时间4月16号早晨7点 大火仍未被扑灭 万幸的是主体结构得以保留 巴黎圣母院中收藏的基督王冠 和圣路易斯外衣已被消防员救出 现场记者称 圣母院中所有的艺术品都被保存了下来 大教堂的宝藏是完整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 法国人民将一起重建巴黎圣母院 并将发起一场国际筹款活动 芒果楼新闻 一个民族的文化瑰宝 被大火吞噬是无法抚平的伤痛 报道